6月14日 中国京剧《向一项集脆》栏目 将要播出的是京剧《飞旋风里葵》 《飞旋风里葵》最初是由被誉为江南火里葵的京剧名家王正平先生首创 是上海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 并且在1953年华东会演中获得一等奖 这出戏不是光靠某一位优秀的演员就能演好的 而是需要靠群体的力量来展现 对于京剧花莲演员的要求尤其非常高 难度极大 唱念做表舞缺一不可 该剧最精彩的核心在于二酒馆一段 其中李逵在喝酒后的醉意动作的展现也是最为精彩 后底踢大带要求非常高 另外还有醉步 走边等一整套动作 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列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教科书 此外 李逵下山和上山时大段的二皇唱段 非常细腻传神地展现了李逵在下山时的性高采烈 和上山时悔恨的心理状态 将人物性格体现得栩栩如生 此次在剧中单纲主演的安平主攻精具铜锤发脸 他在继承求派的基础上 佛彩众长 开拓戏路 注重以声传情 以武传神 容铜锤架子发脸 摇眼记忆于一身 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6月14日 中国京剧《向音像集脆栏目》播出的京剧《黑旋风李逵》 为进一步做好中国京剧《向音像工程》的有关工作 确保在十三五期间 按制 按时 按量地完成录制350部的任务 文化和旅游部于日前在京召开了 中国京剧《向音像工程经验交流会》 中宣部文艺局 有关省市宣传部 文化厅局 京剧院团和各录制基地的代表 以及京剧专家代表共同出席的会议 会上 各有关单位代表 就京剧《向音像工程》实施近两年来的录制情况 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推进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发言 中国京剧《向音像集脆工程》 是继京剧《音配像工程》之后 创意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又一项文化工程 该工程由中宣部指导 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 旨在通过先录像 再录音 再录像的方式 反复加工打磨 为当代戏曲名家留下最精彩的艺术记录 目前已完成的130余部优秀传统京剧剧目 正在央视戏曲频道陆续播出 在戏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全国目前在北京 天津 上海三地 共有四个《向音像工程》基地 为南北的优秀戏曲名家提供了平台 其中《向音像工程》北京基地 执行团队之一的中数团队 是由中国数字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组建 主创包括有过参与 京剧音配像工作的专业人员近30名 还聘请了赵景博 严德威 李少波 张关正等 作为专家团队 对剧本 演员 乐队 舞美进行全流程把关 此外 还采用了行业最高标准的专业设备 建立了4K数字电视前期拍摄 后期制作 专业录音 大容量储存的广播电视全系统 从人员到硬件 都为《向音像》的录制工作 提供了艺术和技术的保障 确保了《向音像》工程的作品质量 自中树集团启动设置工作以来至今 共完成了20部剧目的拍摄 其中包括王宝川 霸王别姬 问探 法场患子在内的五部剧目 已在央视播出 今后 京剧《向音像》工程 将继续在各路的基地 和参与院团及演员的共同努力下 为观众奉献出一批优秀精明的节目 为戏曲的传承发展留存可借鉴的艺术精粹 由北京市文化局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河北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 2018年《京津记精品剧目展演》 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 在北京举办 11日晚 《百花绽放》 《京津记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 将作为开幕演出 拉开展演剧目 此后 来自《京津记3D》的11台剧目 将在北京剧院 民族工大剧院 长安大剧院演出22场 此次展演剧目精彩分成 包括京剧 昆曲 平剧 河北方子 北京曲剧 旨在从多角度多侧面 反映3D戏曲舞台艺术的新成果 原创与经典戏曲剧目轮番登场 希望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关系感受 为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 此次展演还将推出惠名票价 最低票价为50元 全场有50%以上的票价 不超过100元 除演唱会外 最高票价为200元 抢票 连票 套票等低价购票促销 将轮番上演 让广大戏剧爱好者 以较低的票价观看演出 切实体会3D文化协同发展 为老百姓能够带来的实惠 为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宝九先生逝世两周年 今日 由北京梅兰芳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 上海梅派大舞台 和徐慧雁平京剧团承办的 梅派京剧演唱会在上海举行 来自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的梅兰芳弟子 和梅宝九弟子集聚一堂 为上海观众演唱了梅派的代表剧目 我们不但要学习梅派艺术 还要学习梅兰芳 还有我们宝九老师的为人 他们都是非常的谦和 对人都是特别的彬彬有礼 梅宝九先生出生在上海 他曾在这里读书 学戏 成名前后也经常来上海演出和指导 并先后收下了田慧 周彦平 练文琴 李健等人为弟子 向他们传授梅派艺术 而由梅宝九先生主演的大唐贵妃 就是在上海首演 在他的这种教导下 我们出现了一批为京剧而献身的青年 和一些中年演员 他们不计报酬 他们不计辛劳 他们在执着地为做广泛宣传京剧的工作 那么这个影响之大 意义至深远 那么将来一定会显现出来 这次的演唱会上 既有来自江苏延城 年届八旬的范宇娟 和来自北京的马晓曼两位梅兰芳弟子 也有来自北京天津的梅宝九弟子 胡文格 刘亚新 陆杰和胡同 除此之外 还有来自徐慧雁平京剧团的小学员 老中青三代梅派传人的演出 无不展现了梅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学习梅派艺术 首先要学习梅派的做人 然后学习他们的 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我们一定要把梅派的艺术传承下来 近日 北京市顺义区八中第六届艺术节如约而至 此次艺术节上 歌舞 契乐 戏曲等节目轮番上台 其中由八中学生评据社排演的评据 青沙江泛选段 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有几颗酸枣枣树掌在下边 商业区八中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戏曲系校园活动 他们邀请戏曲演员金校园 波洒戏曲的种子 培养出一批中学生戏曲爱好者 使他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在聘请这些个专家们到我学校 同学们对这方面的传统艺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借此机会学校又成立了戏曲社团 平剧社的成立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的平台 吸引了很多同学参与 从喜欢听到喜欢唱 孩子们相互帮助 共同吸收着传统文化的养分 对戏曲产生能够的养分 因为我们00后嘛 就是接触这些戏曲什么的 也不多 然后这也是挺好的机会传承这个文化 就之前看那些就是戏曲频道的那些表演 都特别无味 现在一调到那个就特别想看 很亲切 对 那么在今天八中引进戏曲进校园 就是想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通过老师的培育 通过社会的扶植 它终究有一天会在心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 最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近日由湖南省昆剧团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郑州安陵举会 即第四届乡昆与无相文化研讨会 在湖南省郑州市的安陵书院举行 始建于宋代的安陵书院 曾是湘南第一书院 由北有岳路南有安陵之称 是典型的园林建筑 此次湖南省昆剧团 邀请全国各地的昆曲爱好者 研究者汇聚于此 他们以取惠友 共同品味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湖南省昆剧团是在郑州 应该说是中南六省 唯一的一个专业的昆曲园团 应该说昆曲和园林是有关联的 就是因为有昆曲有园林 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举办这么一个中国春州安陵曲会 应该说也是个非常 凝聚人心的这么一个活动 也是让我们和 因为专业的和这些曲友们 有个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个沟通的机会 在此次活动中 湖南省昆剧团 还特别邀请了剧团里的 第一代演职人员前来参与 他们与与与会人员 分享了自己昔日学习昆曲 共建昆剧团的往事 湖南省昆剧团 曾为这些湘昆人 出版了一本名为 《湘昆复兴与传承》的书 该书也在此次活动中 与大家见面 我们湘昆的第一代昆曲人 是五七年招的 那么一直到去年 他们是从一六十年 那么从一六十年 我想还是要有一个回顾 和一个纪念吧 久未还在我们的专业的 这个院团里面 所以让他们通过这本书 来了解 也让他们通过这本书 来了解我们湘昆的历史 日前 坐落于北京昌平大学城附近的 宇阳平居院基地欢声不断 平居表演艺术家 花叔兰亲传弟子徐韵玉 收图周立军拜师仪式 在这里隆重举行 此次活动由宇阳平居院院长 费洪宇主持 李毅霞 郑桂芳 爱丽珍 张秀云 赵俊之等 众多平居名家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这个拜师活动在我们这举行 也是两位师傅 还有徒弟共同的希望 希望作为一个平居人 作为一个传承花派艺术的 传承人和继承人 那么在平居人的基地里面 更好地去传承平居艺术 平居名家徐韵玉 原名王素珍 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府民区 出身李源世家 专攻青衣花旦 1982年 拜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花书兰为师 徐玉玉曾到北京中南海小礼堂 为国家领导人 演出大型原创现代评剧 破碎的月亮 被媒体誉为 明知初高途 花派艺术永芳香 我呢在老师那儿学到了一些 很多的花派艺术 我是想把这个花派艺术传承下去 多教点学生 在弘扬平居和传承花派的这个路上 做点事情 徐玉玉新收的弟子周立军 从2013年起 就开始跟随徐玉玉老师 学习花派艺术 到场的各位艺术家和知名人士 先后致辞 纷纷祝贺徐玉玉老师 喜收新图 让平居艺术园中的花派之花 之繁叶茂 让平居艺术在今后更加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